你要不要講一下練舞的心得 我覺得 因為我是算是後來才開始練跳舞的 就真的不是我原本就會跳 然後我大概練了一年多 我覺得很多事情 真的是要一步一步慢慢的來累積 就是你要花很多時間很笨的走過以後 你才知道啊 原來你這一年沒有白走 所以我很鼓勵說想要學 不管是音樂還是跳舞的所有朋友 一定不要因為一開始的挫折就退縮了 因為你不走下去 你會不知道你自己可以成為誰 對 會覺得唱跳歌手勁真的很大嗎 很難欸 說真的唱跳真的很難 我一開始沒有想過它會這麼難 但是還好就身邊有很多人 會給我很多的建議 然後還有一些經驗這樣子 那現在還是很習慣嗎 因為畢竟鼓手以前都走在後面 對 我以前是很多人一起表演 然後現在一個人 一開始走校園的時候 有一點點不太習慣 那還好 因為現場都有很多歌迷朋友來助陣 所以都覺得好像不是一個人 然後漸漸的慢慢的 開始習慣一個人的狀態 你覺得跳舞最難的是在哪 記舞步嗎 還是自己的那個流暢度 第一 第一 一開始我覺得是記舞步 因為真的好難記 然後記完舞步之後 開始是動作的流暢度 然後最後我覺得最難的是表情 因為我一開始跳然後表演 大家都說我的嘴巴一直這樣 這樣子開著 然後鏡頭就從上面戴上去很醜 所以我一開始就是一直很care 我的表情到底要 我應該要笑還是要這樣撐住 那體力方面還符合得住 體力我覺得也很重要耶 但是因為之前有很多的訓練方式 然後在可能準備發片前 我都有每天固定的跑步 對 然後鍛鍊體力這樣 因為剛剛跳完的時候好像還有一點喘 那會不會他現場的時候還要talking什麼 會不會撲克不了 會 因為剛剛跳是要跳舞蹈版 所以我會跳的特別的動作特別的大 然後力道特別多 那如果是在現場表演的話 必須要一點斟酌 什麼時候要唱什麼時候要跳 這個有很多人有傳授我經驗這樣子 有跟誰請教過嗎 很多啊 那個主任啊 就是小豬主任 他有給我很多訓練的方式 然後就是一定要 他說一定就是每天要練 沒有什麼別的辦法 就是要跑步唱歌這樣 那從DJ到鼓手到現在唱跳 哪一個最困難的就覺得 我覺得都很困難 因為像鼓手的話 你要去控制全場的氣氛 音樂的核心 那DJ的話你要帶動 只在音樂的外圍去帶動氣氛 那唱歌的話 歌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的歌詞和你在唱的時候 你有沒有把這個情緒和你要說的話 傳達給下面的人 然後如果再加上舞蹈的話 你有沒有把這個表演的畫面 刺激度傳達給觀眾 這很重要 所以完全不太一樣 跟你同期有很多唱跳歌的歌手 像那種凱樂啊 然後羅主任有跟安心亞一起 自己還有周湯好 會有參考嗎 還是說會看一下他們的 我會看耶 我都會看 但是我是去欣賞 因為我很喜歡看人家跳舞 像我看那個周湯跳舞 我還有看他的現場的live 就是那種歌迷拍的 很帥 對就是表情啊什麼的 就是我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 那主任就不用講 因為他就是小豬豬 他就是本身就很ok 就是那個要學習他是那種 大槍之風 控制控場的氛圍 然後安心亞是最近的 那個跳舞感覺進步超多的 有點有點嚇到 所以覺得說他自己有做嘛 自己有花時間去做 所以相信他一定為了要跳他的歌 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去做 大家把你們排在就是同一線 同一個等級地位 你會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還沒有到那個label 我覺得現在我真的就是一個 新人的狀態 包括這一次的訪問 我都覺得是第一次 那麼多次媽媽這樣吐著我 我還有點緊張 那他們應該都已經習慣了 對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學習 那有機會我也可以 我也希望可以跟就是周湯合作 然後多從他那邊學習 那些他的經驗啊還有台風 這次的那個舞步就是標榜超難 你覺得超難是超級難在哪裡 難在他的動作非常的多其實 一個八拍裡面就很多動作 然後再來就是難在他的收放 他要有時候要好像看起來很放鬆 可是其實你是出很多力量 有時候要看起來很有power 就是快快慢慢快快慢慢 那個中間的那個力道很難拿捏這樣 那怎麼那時候 我們也想說要跟之前那個射手一樣 就是一個簡單的舞 對啊因為我開始會想要跳舞 真的就是因為看那個Chris Brown 我在去年的時候 我開始看Chris Brown跳 然後覺得哇 他實在太讓人尊敬他了吧 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時候 所以我的夢想說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跳成像他那樣子的話 一定可以得到大家的一點點尊敬 就是Respect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領 所以我會比較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舞蹈上面的技術性啊困難度 然後但我不是原本就是跳舞出身的 但是我會努力去做到 剛剛有時候幫KID留兩個位置 那你是把他留的位置給女朋友嗎 蛤這個 這個我現場會有很多的藝人朋友 對然後來看 那我已經幫他們準備了VIP的座位了 然後會很謝謝他們陪我一起參加我這一次 第一次的演唱會 他當作有鼓勵你嗎 女朋友嗎 演唱會抽費 我的朋友都會鼓勵我啊 然後還會 可能會給我一些意見 都會有 對那 好不好聽啊 我覺得不好聽啊 怎樣的 很多人都會傳訊息跟我說這樣 對 你覺得像五月天在演唱會求婚 你覺得這樣是浪漫的事情嗎 我覺得 某個狀態是浪漫的 但是我自己的話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希望是自己安排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局去求婚 就是比較不是 呃 利用就是比如說 演唱會的那個規格啊 可能是 這個演唱會是屬於自己的 私人的演唱會的那種感覺 去佈局 因為我很 我看很多那種 美國節目都那種求婚 都有很多的方式 然後我覺得很浪漫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希望是用那種方式 所以已經在計畫了嗎 沒有啦 我現在 我現在 要好好把歌唱好 然後把專輯和演唱會做好 這是比較重要的 感谢观看